各位朋友 今天晚上我们要来关注的是 日本宫崎发生规模7.1强震 为什么震出了日本人心中最深沉的恐惧 专家警告 这一起强震跟南海海潮有关 专家模拟最严重的情境 居然预测恐怕夺走23万条人命 这是什么情况 日本人吓坏了 疯狂地去搜寻什么是南海海潮 雨萱来告诉我们 为什么他勾起了日本人最不敢 也最不想回忆的噩梦呢 居然跟因为当现在发生宫崎7.1起的地震的时候 大家担心的是什么 大家担心的是这个不是后续的余震 而是如果说这只是前震 那我们该怎么办 大家想起来当然是过去曾经发生过 这种大海啸惨痛的经历跟教训 所以你仔细看 这一次日本宫崎发生7.1的地震 他们说规模大概是什么 23颗原子弹 而且它是大概在近海 我们讲大概我们讲 就大概三四十公里这种浅沉的 很近耶 对 非常的浅 所以他们说很可怕 再来就是说气象定义预估说 未来可能会有七级以上的 这个所谓的余震 但担忧的是 如果说这不是余震 如果说这不是主震 如果说这只是前震 那会不会代表 后续还有更大的灾难会发生 因为你光看各位这四个画面 你都知道 第一个 这是会在宫崎跟陆尔岛相关场景 你看哦 那个整个灯摇的一塌糊涂 而来到了机场 这是宫崎机场 你仔细看 那整个空桥摇得非常的剧烈 非常的严重 所以导致说 根本就航班没有办法起飞 甚至登记的旅客都吓个半死 而且不只是这样子 我们直接来到了我们讲地面 也就是说都会的地方 车子你知道上下什么状况吗 轨子在路上开 结果呢 一样在路边的车子狂摇 各位你仔细看那个电线杆 甩了一塌糊涂 而且你看 路面地面那时候 这个地板 厉害了 整个都这样就厉害了 所以我们持续看这段画面 什么东西这么甩出来 换句话说 今年年初我们记得 才另进了一场 天摇地动的强震 居然来到了八月 又来那么一场 有完没完这个2024 就让你仔细看这个车子 你如果坐在上面 你还有你去西部玩那种 我们讲的叫巡浮野牛的 巡浮Cowboy Can 你知道吗 为什么 整个车子摇得下糊涂 你看连这个水 全部都泼出来了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地面 这个状况 这个场景 甚至在室内 你若是日本人 你会有多惊恐 因为你不知道说 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你过去 可能我们再讲 大海啸那个时候 你曾经受过伤痛 你曾经心里有创伤 所以一摇的时候 他们根本跟金弓之鸟一样 就被唤醒了 那个恐惧了 对不对 对 最可怕的是什么 因为你仔细看 这是一个非常高 只好三四五层楼的房子 整个房子都游啊游啊 你看看 旁边整根烟囱 就来一般的这个住家 因为我们讲 日本的房子算是盖得很坚固了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地震耗发带 但连这么坚固的房子 他可能有做一些弹性细数 可能有做一些缓冲 但这么剧烈的摇晃 甚至你看这个碎石庭园造景 各位你看 这最夸张 你看那个衣架 你仔细看的 这个就很明显了 摇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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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左摇右摆 然后你只能说 玉璇 人呢 人都吓坏了 全部都跑去避难了 你看他们摆过 这有没有看到 全部大家都归缩在梁柱旁 然后归缩在角落 我想如果你这个事情发生在台湾 台湾人可能根本不以为意 就我们继续逛街角 但日本人不是 你看人全部都躲在那个两种 防灾的概念 他们有忧患意思 因为他们曾经招过患 所以你看 在这种百货公司里面 你就可以仔细注意到一件事情 日本人真的非常怕地震 好 雨萱跟我们看到的 这一幕幕真的是 越看越担心越害怕 这都是第一直击的现场 但余政荡漾在心里 那才更可怕 为什么日本人今天在惊慌 这个名词叫做南海海潮 它勾起了什么 最深层的恐惧呢 因为如果说我们讲 这一次宫崎的地震 它只是个前震 那代表后续会有规模 更大的地震出现 而他们现在只是指 日本的专家就在讲说 可能会发生在南海海潮的带 那你知道呢 南海海潮就是我们讲 只有区域红圈圈的位置 但如果说是这整个地震带 也就是欧亚板块 跟菲律宾板块 所夹合的南海海潮 一旦发生地震的话 它的波及会再想说是什么 整个日本 整个日本都会中 所以他们讲说 如果真的发生了 这个强症真的出现了 死亡人数会超越311 那时候大地震 所造成的效果 会死多少人 他们说有高达23万人 可能会这样不幸上面 甚至有专家预估更高 有人说可能会到30万人 不管是它的规模 或者它的威力 都有可能是过去311地震的 14倍之多 那为什么说这个东西会这么可怕 因为第一个 它是两大板块所夹起的一个地方 整个南海潮 它就是在 北域并海板块 跟欧亚板块 两岗夹合的地方 而这个地方 事实上它是一个影墨带 换言之 很多大地震 就频频在这个地方 不断地夹起 不断地冲撞 不断地发生 而它临近的县市 不好意思 刚好是什么 靖岗 艾滋 四国 九州 而这四个地方是什么 俊相跟你知道吗 日本人口最多的地方 所以我如果只要在这边发生了 即便说其他的地方只是小灾害 但这个首当其冲的 靖岗 艾滋 四国 九州 恐怕会面对无法挽回的灾难 好 余圈我问你 刚刚导播有给我们看 这个是南海海潮 可是刚又唤起了 我们对311那个海啸 吹哭拉朽 那还不够严重吗 够严重了吧 居然还要严重为14倍以上 所以我就问 这个是311可怕的这个噩梦 你说南海海潮 它到底什么条件 可以重创于14倍311的威力呢 首先因为我们讲了 它的整个影墨带 所造成续静的能量 会远远超过我们讲311地震 再第二件事情 它是直接临近日本的 我们讲的本土非常靠近 可能几十公里左右的位置 在第三件事情 我们刚才特别人 已经有提到了 如果它发生的话 它的波及的范围 会来更广 因为我们把它跟311地震 做一个对比好了 那时候311也有 然后你知道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画面 是不是你看到 整个海水倒灌 然后整个淹没到市区 到处都是青森四起的 声叫声 当时你知道吗 从海啸到地震 总共间隔了大概多少时间 就大概两分钟而已 你说我只有两分钟时间 给你准备 而311 我去查过数字 311晃成这样 海啸一拍打上岸 你有半个小时可以反应 这一次如果真发生的话 两分钟而已 对 因为我刚才一直在强调 距离的问题 当时311的距离 根本没有像这个 我们讲南澳海潮 离日本本土那么近 所以你想想看 近的时候 它会有两件事情 311的时候震度是起急 那我请问一下 如果在南澳海潮发生的时候 它的震度会起急 不知道 可能更 觉得威力只有更强 没有最强 对不对 那再来第二件事情 竟然它的反应时间这么短 那你想想看 地震 那时候你大家来 惊慌失措 吓坏了 有多大可能房屋倒塌了 大大还紧急避漫 然后这时候 两分钟过后 你都还未知不觉的状况之下 海啸可能来了 加上我刚才谈到的 这四个地方 静岗爱知四国九州 又是人口密布的地方 你根本就算 第一时间发布警报 也没有办法疏散 所以他们现在预计什么 可能会是14倍的人口损伤 再来东海进击 也就是我们刚才特别谈到的 这个中代的部分 全部如果一旦海啸来的时候 全部淹没 那你看有什么 全部都是工业区 交通区 经济重盛 比如说你看 这边是工业区 这边也是工业区 这边也是工业区 通通他们的工业区 刚好都是放在 我们讲比较中部的位置 所以他们说预计 拆餐损失 你知道会到多少吗 220兆日元 那这个东西也是什么 也是311的10倍 311当时就已经损失了 我们讲22兆日元 所以想想在这个状况下 为什么日本人会如此的恐惧 绝对有他的道理 到底是不是违言耸听 让科学来解释 地震总有个周期 释放能量 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晃度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是不是真的应该要提高警觉 对因为我们先举以前的例子来去看 曾经在1995年的时候 各位还记不记得板神地震的时候 那时候后来出现非常多瑞士规模 我们讲6.5以上的这个地震 甚至是我们讲的雄本地震 那个时候也在内 但是你仔细看 我们最近年是不是有地震 越来越多的趋势 是 前一阵子我们才跟会介绍什么 能登半岛那时候发生的地震 就近年年初嘛 对 所以他们就讲说 如果说配合这一次 我们讲的宫崎的地震 加上能登半岛地震 会不会这些都只是个前兆 因为你在大地震发生之前 它跟余震相反 也就是说我会有些些微的 这种七级的 七级的前震 前震你以为是大的 但它其实是小的 然后带随后续规模 可能我们讲瑞士规模更大 可能甚至上看 我们讲七以上的这种 超级超巨型大地震 所以这日本他们在担心说 如果说现在只是一个预警 那未来会有更大的灾难 该怎么办 因为你仔细看能登半岛 我们刚才谈到的 那时候发生地震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那时候多惨 能登半岛那时候呢 房屋倒的倒塌塌塌 因为住的人其实不多 大概就我们讲一千多户而已 就这一千多户的人 最后你知道干嘛吗 全部都只能被迫撤离 所以到现在为止 事实上就是你看 整个房屋就这样了 被洪水给淹没 给直接冲垮 这是泥石流 泥石流直接就把这个 整个房屋带走 那你想想看 到现在已经七个月了 他们根本没有那个能耐 去复原他们的房子 复原率到现在只有 我们讲7% 所以也难怪嘛 如果说所有整个日本的境内 都变成能登半岛的缩影 那你说这会有多严重 好 地震的威力 老天爷的考验 我们给大家看一段画面 你真的很难想象 这个是地 怎么会居然是波浪 放行的在呼吸 各位 我跟你讲 不讲你都不知道说 竟然日本发生这么离奇的现象 来 各位你仔细看 因为这刚好是一块一块的砖 铺在地板上 然后你仔细看了 这个砖先往上再往下 先往上再往下 先往上再往下 不讲我还以为是最近上映的 疫情在出演了 你知道吗 怎么这么可怕 这突然现在出现这种状况 因为理由很简单 这个我们讲了 就是所谓的地震 它前后所带来的一个效应 所以民众看到这个时候 吓死了 因为日本诡骗特别多 你知道吗 但我想更可怕的 大家会担忧的是 如果说这个只是一个征兆 那后续会带来的灾难 会有多可怕 会有多可怕 我们更想问的是 你讲的是南海海潮 对整个西日本的重创 那跟台湾呢 我举一个例子 昨天大家都在盯的是 它的海啸情报 海啸情报后来说 咽出来了 大概小腿肚 大概就半米不到 大家讲说还好安 可不行了 你看日本人看待灾情的方式 我们真的要好好学习啊 千万不能轻呼 你不要以为说到小腿肚就没问题 跟我们 想说我们高雄整天都小腿肚 那有什么大不了 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海啸跟淹水是完全不可遇的 首先你仔细看 日本这次他们讲的发生的 这种宫崎7.1的地震 海啸警告他们原本是预估多少 一公尺 一米 你说一公尺还好吧 我躲二楼就没事了 没有错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说甚至呢 他的我们讲的波及范围内 因为他是陈鲜整个原型 往外扩的嘛 他不是单向的 他不是指向性的 所以也有可能会想到台湾 那你知道吗 他们就曾经举过一个例子 你知道吗 如果说呢 这个一公尺的高 不用 光是小腿肚的高度就好了 跟俊阳哥一直来问 到底会造成什么严重 会讲的样 你动都不能动 有这么大威力 你连动都不能动 你知道吗 你想想看哦 有这种30公分高的水流 不断地在你脚下 一直往前冲一直往前冲 所以像什么 就像我把你脚推住一样 30公分就这样而已 我就一直把你脚推住 那你这样怎么往前冲 创布难行 对你根本连动都没办法动 所以他们说你想想看 那如果是一公尺的话 他会什么状况 对于说我整个人 会被这个水流往后带往后推 他是一个迎面重结的力量 所以你看 当我们讲4月3号那时候 花莲曾经发生过一个强阵 对不对 那时候他们讲说冲绳 你紧张什么 台湾的奔岛都没在紧张了 他说不是 他说冲绳那时候吓坏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很怕就是会有像我们讲的 这种海啸而来 因为当时就有旅客 住在这个饭店内 然后观察这个海滩 然后看了说不对 这海滩怎么水一直在退 怎么水一直在退 你仔细看 吸一一到更远的地方了 对因为在海啸来临之前 海水都会先往后退 因为它是一个潮汐作用 它等于是有坡有低 有高有低 所以他们那时候看下的时候说 难不成要海啸要来了吗 怎么会这样往后退呢 那我跟各位报告好不好 如果说是这一次7.1级的 它后退的幅度肯定很大 如果说是南海海潮 所引发的地震声和海啸 那恐怕会退到你 马上拔腿坐车 就往内地里跑 再来我们给大家看到 日本宫崎县 7.1的这一个强震 震出的日本人心中 最深沉的恐惧 专家警告 这一起强震 跟南海海潮有关 日本人开始疯狂地搜寻 什么叫南海海潮 它为什么枸杞的心中 最不想回忆起的那一场恶梦呢 先看一下我们制作单位 所找出的一些最新画面 我们晓得 8月8号宫崎大地震 位于九州宫崎县的外海镇央 然后震源深度30 你看那个地震一来的时候 所有监视器拍到 或者手机去拍摄的 全部都是摇摇晃晃 观众朋友 车子啊 噢噶噶噶噶 口臭噶噶噶噶 这摇成这样 地震规模 7.1本来就不容小觑 何况它震源深度也不深 才30公里而已 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当然啦 新干线立即停驶 攻击机场 鹿尔岛机场 也就全部紧急 封闭跑道 在画面当中 你看到的全部都是在震后 这样的一些房屋倒塌 屋顶倒塌 或者是梁柱碎裂 这个日本政府呢 现在也在 对于这个灾情做 是一个善后的工作 那你看到这个大地震 当然日本的气象专家 地震专家就立刻也出来讲话 哇 离开那个山崩 当然啦地震呢 其实在天摇地动的这个过程 不仅是可能会造成走山 也可能会造成我们所说的 河道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改变 所以说是水路夹攻 但是专家怎么说呢 专家就讲 他说其实呢 在九州宫崎这个地方的地震 通常会跟南海海潮大地震之间的 关联有关 也就是说像我们台湾 如果发现大地震 我们可能就会说是什么断层带 什么断层带 中在日本呢 他们的专家也会这样去做分析 好 我现在画出来给大家看 有没有 就路侧 路 现在主持人所圈的这个路的这一侧 右边那边 他们日本 在偏南方就叫他们的南海 所以这个地方的海潮的地震带 他们叫南海海潮大地震 你现在清楚了 那我跟各位讲 就专家讲了一句话 让大家听了觉得很害怕 他说 预测在未来的30年内 这个发生南海海潮大地震的几率是 70%到80% 什么 那不就是10次可能有8次 真的会是大地震吗 是这个意思吗 日本人听了会害怕 因为刚才从这个惊魂中清醒过来 现在又听到专家这样子 等于说是雪上加霜的一个说法 好 专家还讲哦 他说日本人一定要小心 因为如果真的海潮大地震发生的话 不但几率高到80% 而且它还会造成整个日本 尤其西日本 巨大灾难 为什么 因为地震来了之后 大家都知道 不外乎就是海啸马上会来嘛 我们引用的这些电影画面是让你去模拟说 日本如果真的这样的一个进步的国家发生大地震 发生海啸会有多惨 你说这个日本海啸来了这么快的话 为什么会很惨 来大家还记得日本2011年的311大地震吗 当时它的震央是在外海 海啸来的稍微晚一点都可以造成福岛这样子了 何况是现在日本的气象专家地震专家说 如果是南海大海潮大地震 是两分钟海啸就会到 你去做一个对比 这是311哦 这是好几分钟之后哦 可是我现在说是两分钟就会到 那会是什么样的画面呢 还没 结果这时候啊 我刚刚一直在讲水路奇功这个词 就是你现在看到是水 但是专家说还有一个叫鹿 你不要忽略的 鹿为什么 鹿我们要担心什么呢 富士山 富士山啊 你知道他说如果南海海潮大地震 这样的这个震度还会倒 因为地震都是地底下的这个过于平凡嘛 所以他这个扰动不安 这样的能量会导致富士山大规模的喷发 因为富士山也好久没有喷发 只有1707年18世纪 当时呢日本就因为南海海潮地震 引发了富士山的火山喷发 而且他的喷发不是什么印尼那些火山喷一下 飞机避开就好 不是 他是大规模喷发造成2万人死亡 这历史的史册有记载 再次喷发又造成61万栋建筑物 烧毁倒塌 2万人丧命 你说一个日本的大地震唤醒了这样恐怖的回忆 专家该不该实时提醒你呢 这几天全世界最关心的 但是日本的这个石川的这个大地震 好那除了这个石川大地震呢 这个除了这个主震之外 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9点54分台北时间的时候呢 石川又发生了大概规模5.5的这个余震 那这个震度大概是10公里左右 所以等于是说在能登半岛啦 石川啊 富山啊还有金泽那一代民众呢 现在还陷入在恐慌之中 那因为我们到这一次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整个这个大地震约莫造成了64个人死亡 那当然啦我们都不希望说 还有更大的灾难发生 那根据这个日本国土地理院的这个观测 他们这一次的这个震度来说相当大 那震的结果怎么样 靠近震阳 我们到这一次震阳来说的话 大家说到都是石川线的轮岛市 他们发现到说 轮岛市整个市啊 往西移动了大概1.3公尺左右 然后呢 轮岛的地面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很多画面 都融起来 对不对 很多地方都融起来 那整个破裂 地层破裂 那你看这个画面 大家任谁看到都会相当相当的惊恐的一个画面 好 那除了这个整个日本的国土呢 被往西移了1.3公尺左右之外 你看根据这个冰库大学的研究说 他说这一次的地震 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地震呢 他说在这个冰库 在这个石川线外海 约莫有十多条的这个断层 他们这一次呢 同时错动 那同时错动移动了十几公里 所以导致这么大能量的这个释放 那因为这么大能量的释放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灾后目前当然在重建的过程 但是灾后重建的过程里面来说 我们也看到一些触户惊心的这个画面 这是什么叫触户惊心的画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在新系 新系市来说 秋叶区的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住宅 那住宅没想到 你看 冒出这个混凝的这个泥水 那泥水来说混凝的泥水 你再仔细来看 里面还有黑黑的物质 那这黑黑的物质来说就是石油 就是有原油 他们就说 对啦 我们以前这个地方其实有小量的挖过原油 但是没想到 已经很久没有挖原油 突然在这一次地震之后呢 石油就喷出来 那你知道 诶 就像你知道 石油通常都是在很深的地方啊 那这地方就冒出石油 所以这里面来说 诶 到底下面的地层呢 是戳动成什么样子呢 当地人性都相当的惶惶 那目前为止 在这个诸州市这个地方来说 有上千栋的房子 是完全被摧毁的这个状况 他们当地的市长甚至还说呢 全市拼临毁灭 所以我们就讲 只是目前为止 随着日本的这个救灾持续展开来说 那些山区或是比较偏远的地区 恐怕还有一些灾难 目前为止 我们都还没有发现的一个情形 告别2023迎来2024 想都没有想到 怎么会是这么灾难连连的一年呢 天灾人祸不断 一架准备前往灾区救援的 海上保安厅的飞机 才满载物资就要起飞 怎么指挥 怎么调度的 跟准备降落满载三四百人的A350 直接插撞 撞成你看到两团火球 两个问题要提问 第一 起飞跟降落怎么可能撞在一起 它就发生了 第二 这个A350如何在短短90秒之内 疏散了将近400人 怎么办到 对 没错 昨一下午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在看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是什么呢 日本一架日航的航空飞机 要降落到雨田机场 它的编号是JAL516 结果没想到降落机场的时候 突然之间 碰撞到海上保安厅的飞机 那我们就必须说 这个海上保安厅的飞机 跟我们刚才讲到石川地震有关系 因为这台飞机 原本是满载的救援物资 要从雨田机场飞到能登半岛去 结果没想到 居然发生了这个惊人的事故 那这个惊人的事故来说 发生的时候 当然是 我觉得这算是 不幸中的大气势是什么呢 这个飞机上面有379个人 居然毫发无伤的 全员脱困 当然不幸的是 因为在地面上被撞到 那个海宝厅的那一架飞机呢 事实上这个灾害比较大 目前为止来说 一个机长救出来 有五个人就不幸过世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就讲 这一次当然为什么发生 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第二个 我觉得这件事情来说 真的是一个奇迹 为什么是一个奇迹 379个人居然在 90秒的时间里面 能够完全疏散 我觉得这个 当然彰显的 日本他们这个 国民的素质不用讲 他们训练有素 或是平常在应对 这种所谓危险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 这个所谓心态 是相当正确 我们可以看到 这目前释出很多画面 就像你自己仔细看 你如果是飞机的这个乘客 你看到外面的飞机 已经着火了 你坐在里面的时候 你居然能够安心的 坐在这里面 而且他们第一个时间 就没有完全没有慌乱 他们还是 你看 如果是假设是你 你看到外面飞机 已经在着火了 你会怎么样 一定大家跑起来 就你知道这里面的人 大家都无助 就是很耐心的等待 机长 或是相关人士的这个指挥 今天的新闻画面 你现在看到 晃来晃去是机舱内的画面 是 他们都留在位置上 是 没有人站起来 没有发生踩踏跟推击 而且当时广播系统 已经坏掉了 空服员是拿着大声弓 在指挥调度 所有人这么井然有序 对 而且在那个画面里面 来说话 我叫你坐着 你还能真的 让他坐着 我觉得这都是 日本的训练真的非常好 那为什么日本会训练 这种程度呢 我们必须讲 在1994年的时候 那次华航发生了一个 民谷无空难 就是在降落的时候 不幸发生这个失败的情形 当时造成了264个的乘客 还有机缘死亡 所以当时的时候 其实日本就说 降落的时候很危险 我们要做这个训练 那刚好在去年10月的时候 雨田机场还降落 这个演练过一次 降落失败 在飞机跑道上面 起火的演练 而且还有海上保安厅参与 所以也就是说 日常的训练 还有国民的素质 才造就了这一次的 整个这个死亡人数 几乎是破天荒 降到零 这个飞机上面 降到零的一个程度 来 最近地壳真的很不稳定 除了东家的海底火山爆发之外 我带他到镜头 带到青海去看 发生了地震规模6.6的强震 外面当中你看到这怎么回事 一群牦牛 一群牦牛突然 本来他们是趴在地上 可能在休息 可能在睡觉 结果突然就整个全部 你看没有 动作一致 全部一起抬头 然后就拔腿往左边狂奔 而且你看他们的动作 几乎是可以说是所有的 这些我们常讲动物 具有预警的能力 这些牦牛几乎是所有 都是行动一致的一起抬头 一起爬 拔腿狂奔 其实这个就是摇晃的瞬间 你知道他们本来是睡觉 对 我们现在公布答案 原来就是我刚刚说的 青海大震 他的地震规模6.6 在发生的那一瞬间 他立刻跑 好 我现在把镜头带到 青海的一个某市区去 你会看到很多人也是拔腿狂奔 但显然我坦白说 有没有发现人的动作 就是比牦牛慢了些 好 感觉有一点点就是 人都是在摇了之后才觉得要跑 牦牛则是还没摇 他就先跑了 好 你现在看到这个青海的大地震 为何我特别要拿出来讲 1月8号不觉得跟最近日子很接近吗 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地壳真的很不稳定 怎么这么密集地牛在翻身 还有我带大家看 它在地震之前有怪象发生 有什么怪象 就在地震的前一秒 来 这是他们青海当地的民众拍到的 你看看那个 有没有 1月8号星期六 1点45分 就在地震发生的前一秒 天空突然出现一道巨大的闪光 左上方 注意左上方 对 注意左上方 来 砰 好 我告诉你 这是监视机画面拍到 很明显一看就是监视机拍的 那是什么光 我告诉你被调出这个画面之后 很多当地的民众就觉得恐慌与震撼 为什么呢 他们说这叫地震光 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有关于 他们这些所谓的科学理论 由科学家去说明 但是就民众的立场来讲 他说怎么那么巧 地震发生之前的前一秒 天空突然出现闪光 然后一秒之后你就地震了 这个巧合也出现在当初 中国大陆的唐山大地震 那一次也有 也有 那问题是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1976年的事情 你现在这个2022年 怎么也发生这样的事情 难道地震光之后 真的都会出现强震 而且这个规模 可能都会像之前历史上 所告诉我们的 也许还会有后续 还是怎么样 这个他们当天的民众 现在都小心翼翼的在 看待这个地震光 这一次发生的这个地震 原本测出来是6.7 但是现在经过他们 持续的测量之后 已经把它上修到 这个7级的强震 所以这个7级的强震 相当于是5.6颗原子弹的释放 你就知道说这个释放出来的 威力非常大 但也因为这个地震实在很大 这个7级大概是 日本修正后的 这个新标准的最大的上限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地震命令 平成30年北海道东 胆腹东部的这个大地震 这个地震震的当然非常严重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画面里面来说 你看这个整个灯室 在那边摇摇晃晃 如果大家真的亲临现场的时候 那个感觉真的会让你吓一跳 这个是第一瞬间 更多的画面出来 然后白天之后更惨的在这里 对 没错 刚才俊先生提到就是说 土壤异化的这个状况 你可以看到刚才的这个画面里面 人都已经陷到这个土壤里面 你看这个人他想要救援 他说这个要怎么办 这旁边的路 对 已经到了他腰 我们以前都说水身即腰 他这个是土身即腰 你看后面的两个人也都是一样 这个都已经来到他的这个 这个所谓上半身这个位置所在了 这个东西另外一个解读是什么 他们其实该跑 跑不掉代表那个土壤异化 冒出来的泥水 立马把他困在那里 而且是一大片 一整片 而且是一个区域 一个区域 这样子一个发生 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刚才我们讲到 人车陷在泥泥里面 我们现在看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就是因为这台车 困在这个泥浪之中 所以很多救难人员想尽办法 要把它铲开来 可是你知道往下铲 往下铲 他车还是一直往下线 往下线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土壤异化的这个层 非常非常厚 也就是说这个往下面 你挖深了这一土层之后 下面还是慢慢慢慢的异化的土 到底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严重的 这个土壤异化 我们就给大家看 事实上日本他们有做这个 相关的实验 如果你要做这个有土壤异化的话 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说你这边的土 可能就是原本就是沙土 沙质的 对 下面的话还有一个 地下水层这个状况 因为沙质跟地下水层 平常他们是不会在一起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就是这样 下面是水层 后来把这个土层盖上去之后 你看后来再经过这样摇晃 因为摇晃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个状况 为什么摇晃会很重要的 因为收到压力之后 它会往上跑 往上跑的时候 它就进去沙子的这个空隙里面 于是沙子跟空隙里面就混成 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个泥土层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上面的所有的东西 就会自然而然的往下沉 你能不能看到 他在切这个沙石跟水的时候 它是上下上下咬 跟昨天凌晨一模一样 对 他这个在这边摇晃的时候 就是模拟地震 所以你就知道说 这个大家不要说 怎么有可能会有这个 这个所谓土壤异化 但是的确就是因为只要 刚才我说了几个条件 一个是这个土地下水层 一个是沙土层 另外一个地震来的时候 就会有土壤异化的发生 再来我们给大家看到 发生在昨天惊天动地的 大阪六弱的这个强阵 百年来首建的规模 静明大部分来看到 原来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阪市民展现了处变不惊 是建构在23年来的恐怖记忆 对 台湾人常去观光的 这个日本大阪 昨天清晨7点的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一个 日本的规模溜落 等于是日本自己阵度排 大概第三强的这样的一个地震 瑞士规模大概是6.1的 强烈的一个地震 当时造成了这个地震 造成了四个人死亡 逾300人受伤 其中有一名九岁的小女孩 一个学童在上学的途中 被学校游泳池的围墙 倒塌给压死了 其他大阪地区被压死的老人 多半都是在家里面 也被倒塌的墙 或者家具给压死压住了 这样的一个地震 其实让很多的日本人 虽然吓了一跳 但是你看到 这样一个强震的发生的时候 当时在日本有很多的 也有一些台湾人 台湾民众都感受到 因为这个是一个浅诚的地震 而且上下垂直的跳动 感觉好像地震的感觉 房屋建筑物在弹跳 让大家也联想起921大地震 甚至是台湾人会联想 但是日本人他会联想到23年前 1995年的板神大地震 说到了板神大地震 其实大阪神户都在关西这一代 当时多么的重创 而我想带你来看 这个23年的恐怖记忆 今天那么强在大阪的强震 四个人每一条生命都宝贵 但是已经把伤害降到最低 靠的是什么 当时的重创 对 23年前的这场板神大地震 造成了6,434的日本人罹难 然后4万3千多名日本人受伤 建筑物倒塌更是非常多 而且板神尤其神户地区 陷入一片火海 那时候发生在清晨的五点 很多老一辈的关系的老人家都说 这一次的大阪地震 跟23年前的板神地震 真的让他们记忆犹新 还蛮相似的 当时的23年前的板神大地震 这是在日本的防灾历史上 有非常大的意义 因为在23年前 他们学到严重的经验跟教训 那一次的大地震 当时的日本首相春山富士 他一直到召开了内阁会议 已经是整个10点钟 全部开完会了 然后他看完了电视转播 他才知道说 神户地区陷入一片火海 整个都烧起来 然后当时日本没有一个很完成 从上到下的一个 指挥一条边的一条体系 然后等到三天后 才有大型的救灾器具 进驻到板神灾区 然后日本智慧队 接到了动员命令 已经是7个小时之后 你想想看早已错失了 这些黄金救援时间 所以日本人痛定失痛 他们从23年前 巴掌的这场板神大地震开始 每天都在政歌待旦 每天都在不断的演练 每天在演练 他的一个防灾日 每天在演练还有防范 然后如何去因应地地震 然后怎么样去改变 他们能够在地震的一个存活率 看看这张照片 非常的触目惊惊 这是23年前的板神地震 这一条连外的highway 居然整个好像是纸糊的一样 碰 所有倒就倒 那么在这次 就像刚刚近平说的 所有的思考 所有的防灾都在这里 哪里跌倒 哪里站起来 让我们来看一看 这一次眼皮底下的日本防灾 他们端出了什么新科技 所以你就知道说 日本人他们随时都在应应准备说 下一次板神大地震发生的可能 是 所以这次大板地震 昨天早上发生的时候 你看到很多日本人满淡定的 发生在上班尖峰时刻 几乎很多的乘客会紧急避难 哪怕这个列车在铁轨上 跟路面有一点落差 这个列车长 列车服务人员 他们都会把这个列车车厢里面的 这个椅垫 软式的椅垫把它拆下来 跟铁轨可以做一个这样辅助 然后作为一个这个阶梯 让这个乘客渝贯的这样走下这个列车 甚至在车站的旅客 你看到他们井南有序的 有秩序的这样子 一个接着一个排队这样子出去 不会发生惊慌的状况 你看到那个椅垫被拆开来 你看到他们列车的服务人员 列车长都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他们每天都在训练 每天都在准备 每天都在演习 以因应下一次发生的大地震的可能 而日本在这样的一个 这个板身大地震发生之后 他们其实也检讨到包括 这个日本的这个 为什么地震会发生 因为多半是这个混泥土的 这个建筑结构 为什么这个会垮 然后他们其实有在这个里面 有一个中间检查制度 1999年的时候他们就建立了 不像台湾 这个之前不是花里也发生地震 台南也发生地震 大楼啪 就倒了 对不对 他们在这个地方特别重视 由政府或第三方的这个结构 他们一定要厘清责任归属 随时这个检查他的一个大楼 他的一个稳定性 再来 这中间检查制度之后 他们还在防震科技上 不断的去研究 他们甚至在神户成立的一个 防災科学技术研究所 建立了世界上最大最高的 这个有13层楼高 20几公尺高的这样一个 重1000吨的一个防災科技的 一个技术研究 它的一个结构 它是模拟瑞士规模 7.3的一个强震 在这种强震的情况之下 日本的这个钢筋混凝土 它的一个建筑物 如何能够做到制震防震 然后去避震 或者是适应这个地震的摇晃 怎么样不会倒 怎么样会塌 他们不断的去研究 这就是日本的这个防震科技 不只是这样 你要防震 你要断震 日本的其实很多的这个房子 后来他们在这个研究发生 他们就是有一个叫做版本响一的 这个以前他是开飞机的 他就特别喜欢 这个飞行有兴趣的 他就研究出一个房屋 漂浮的房屋 房屋可以漂浮一下 在房屋的地基 两层的这个地基之间 仿佛装入了一个Airbase 安全气囊一样 它怎么可以漂浮呢 当地震发生的时候 可以在0.5秒 它是迅速的冲气 那个中间的那个气垫 在实际的地基之间 跟房屋结构之间 它就很快的冲气 冲气之后能够把房屋 垫高3到25公分左右 地震来的时候一直在摇晃 它就上面就好像漂浮在空中一样 那你下面的这个地震跟地基 它就是在摇晃 可是地基以上的这个 包括漂浮上面的这个房子 它完全不受影响 它可以把原来实际的阵度 减到实际阵度的1分之1左右 当然它希望将来能够研发到 这个实际阵度的1分之1 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房屋 在3分钟 地震结束3分钟之后 它又能够精准的对准房子 不管它如果有受损或是没受损 它对准房屋原来它的中心结构 再把这个房子慢慢的密合下去 这个就是它的漂浮房屋的一个科技 所以日本学到了这么多年的 这个经验惨痛的教训 然后让他们自己避震 强震不断 愚震不断 才终于大家可以喘一口气而已 没有想到观众朋友 雨淡又要凌空来炸裂了 从现在开始 请大家准备进入防灾避难模式 我们再给大家看几张画面 为什么台南 澎湖 不约而同都出现这样的印象呢 上百只的黑鸟在天空要飞 还有超过两公尺的海外大雨也意外现身 我们都说动物有预知的本能 马老师今天晚上告诉我们 他们的出现预告了什么呢 地震 大雨 高温 是 台湾人要挺住 我们同心协力度过大自然的难关 是 地震摇着大家七云八树 对 马上一周的大雨 啪啪啪下不停 而且四月份从来没见过高温 是 超过39度的高温 陆续来袭 这一阵子大家要携手同心 度过大自然的灾难 你给我看这个图吓死 特别是这一天紫沉一片 紫爆一定要小心高温跟大雨 是 我跟大家讲 大自然灾害来之前 尤其地震来之前 台大的朱子豪教授 做国科会一个研究 发觉会释放出超低频率的电磁波 电磁波 对 这个电磁波生物感受到了 就会出现异象 好 各位看 这一次花莲大地震 就出现一些生物的异象 来 大家看 第一个 这是前天花莲实际路 合体 看 大量的马路 突然之间全部跑出来 哇 你简直是想象不到的 这就是异象 好 除了这花莲出现密集大量的马路之外 是 在台南 不是在花莲 是 新营 注意看 鸟 在这边 无端的巡回 注意 我用巡回两个字 因为它没离开这个地方 它没有飞走 它也没有落地 它就在原地打转 是 这种原地鸟类的原因打表带有什么 很不寻常 惊慌失措 是 它接受到 难道是朱子豪教授讲的 超低频率的电磁波吗 好 这次花莲既然有生物出现异样 对 那大家一定想 921 有没有生物 我告诉你 921根据记录 大家出来 甚至于92120多年的时候 大家去看 很多人留言 第一个 蚂蚁大量的出现 是 动物有感知能力 第二个 狗狂吠 是 那一天 第三个 天空是雪红色 天空雪红色 人就看得到了呀 对 第四个 那天风 特别特别大 风大 但是听到风吹的声音 就那一天 异常的安静 你听不到任何的声音 所以那天 动物也出现了一些 奇奇怪怪的举动 所以老天爷在跟人类 跟地球的 所有一切打pass 有灾难要临头了 对 好 那有灾难要临头 除了动物感知到电磁波之外 马老师 为什么有一些人 他可以预演 像现在印度神童 阿兰达很有名 对 那他们是 凭什么 感知到的 是 好 那我是不晓得怎么感知到 除了阿兰达之外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个 日本的女漫画家 好 这个女漫画家 Tazuki 注意哦 Tazuki是1954年生的 对 他在1976年开始 会做梦 1976年开始做梦 是 他就把他的梦 写成梦日记 为什么写梦日记 就是他漫画的素材 对 都用他的梦来写 栩栩如生 通通写下来 就他梦里面栽栏 花了漫画书上面之后 一件一件都发生了 真的假的 真的 只是他的梦境 对 梦境 结果他画的漫画书上面发现 而且 居然出现一个规则 跟五 都有关系 什么意思 跟五有关 就是 譬如他今天做了一个梦 对 他这个梦 会在五天 十五天 二十五天 或者是五年 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五的倍数 就会实现 是 好 我跟大家讲一个 恐怖的事情 他在1994年到1998年 做了十五个梦 十五个梦 大灾难的梦 是 他把这十五个梦 写成 我所看见的未来 那十五个梦 地点各不相同 情境各不相同 应验了吗 好 现在你做 所有观众在问这件事 马老师他十五个梦 我所看见的未来 未来发生了吗 我告诉大家 你一定要仔细听 现在发生了十二点五个 怎么会有零点五个 等一下我告诉你 为什么跟你息息相关 好 十二点五个 我先讲这十二个 十二个 我譬如跟大家讲 它是我见过预言 连日期都这么准的 对 什么事情 你举个例 譬如说 他说 他在1996年 3月11号 注意听说 199年3月11号 他会有大地震 大海啸 那天梦大地震 结果在15年后 2011年 311大地震大海啸 准确15年 所以311是吻合的 但你不知道是哪一年 对 15年 好 注意看 他书里面早就写了 他是311做的梦 是 好 丹娜王妃是王 他做梦那一天是 1992年 8月30 记得8月30这一天 大海啸王妃是1997年 8月30号车祸死亡 刚好5年 而且还是8月30 注意哦 他书是新写的 对 所以都非常非常的准 我现在跟大家讲了 没有实现2.5是什么 对 0.5是什么东西 0.5 他居然写 说他在1995年 1月2号做了个梦 做了梦 说2020年 就15年后的1月2号 会有恐怖的大细菌 大病毒侵蚀全世界 2020那不就是疫情吗 就是疫情 疫情 好 那马老师 他不是疫情说中了吗 他会造成全世界的灾难 但是问题是他讲了0.5 他留了一个尾巴 什么意思 他说2030年 这个大病毒会卷土重来 重新肆虐 一场梦 跨距这么多 从2020到2030啊 这个地方已经验证了 2030要发生了还没到 还没到 所以我跟大家讲 0.5实现了 他还留了一个2030年 大家记得这个日子 1月2号 coronavirus会卷土重来 可以不要这么准吗 我希望他不要这么准 好 我不让你想象 还有另外两个 一个是让日本人心惊胆战的 他做了一个梦 各位 7月20号这个日子 日本每天过都心惊胆战 7月20号 会怎么样 富士山大爆发 这件事情吗 老师有讲过 问题是这件事情 我们离那个爆发的 募集的那一天 会越来越靠近吗 不晓得 所以每一次 到了7月20号 过了五年 过五年 每五年 都要担心受下一次 这是富士山大爆发 还没有实现 最后一个 第15个预言 我跟大家 跟台湾息息相关的 这是第15个预言 还剩下一年了 2025年 日台港 菲律宾海底 大地震 日本菲律宾之间 海面发生大爆炸 引发了巨大的海啸 作者也因此死亡 写得这么具体 在梦境里 还连日期都有 日期都有 哪一月哪一天 我告诉各位 我告诉各位 2025年7月5号 早上五点钟 太恐怖了 而且作者在 明年的7月5号 晚上五点钟 作者也会在 这场大地震里面死亡 我希望他 真的不要预言这么准 所以这个惊悚预言 会是他此生的 最后一个预言的话 那要再准一次 所以15个梦境 已经中了12.5个了 另外三个 除了富士山大地震 跟我们没关之外 0.5跟最后一个 都跟我们台湾人 息息相关 毛毛的 真的毛毛的 所以我真的希望 他这个不要预言的 这么准 我所看见的未来 未来都让你看见了吗 再来一个 惊悚预言的 居然连这个恐怖的游戏 都被日本政府给禁了 为什么 因为日本在2009年开始 发布了一个游戏 叫做绝体绝命都市 绝体绝命都市 1 2 3都非常叫做 就2011年3月311之前 宣布第四集 绝体绝命都市 第四集要出来 你知道吗 第四集是什么内容呢 你在游戏里面办主角 是个学生 他去面试的途中 遇到超级大地震 你能够躲避 逃过这一次 超级大地震 就是这个第四集 1 1 1出来 蹦 真正311大地震来了 立刻上市 立刻摇了 立即第四集 不准上市 而且123集 也同时全部下市 禁止发售三年 不可怕 这是诅咒嘛 这公司也不见了 后来现传的公司 要把这些东西 卖给一个新公司 结果游戏里面 居然让你去体会 大地震 结果不必你去游戏里面体会 大地震 真的在你身边发生了 水火无情 2024的这个开年 日本真是没完没了 来看到 景陵加油站 在人口密集的东京新宿 这个地方12层大陆 居然烧出了这一把火 烧得人心惶惶 再看到 另一场火灭了 才是挑战的开始 我们谈的雨田机场 误床跑道念货的 海上保安厅的飞机 唯一幸存的机长 终于清醒了 他的说法 他的供词格外重要 而如今却被查出 这一切恐怕是这一架飞机 因为过劳惹的祸 是因为过劳太累 才听错塔台指示 走进了跑道 酿出了这个要命的致命危机吗 所以很不幸的 讲到灾祸 那现在是日本有一点祸不担心 因为新宿又发生大火 那新宿这个大火 虽然它并不是火势很大 但毕竟是在商业繁华区域 而且它又紧禁地铁站 旁边有这个加油站 所以还好这个火势后来 在三十四台的消防车之下 三小时之内控制 那但是为什么 谁会说到人心惶惶 因为你知道 其实现在我们的聚焦 还是在这个石川县 大地震的 仁登半岛救灾 那仁登半岛中 我们知道有一个港口 叫轮岛港 轮岛市 他们现在呢 道路揉船震弹 你变成说 你没有重机机的进驻 你没有办法开通道路 所以他们现在港口 又因为受损严重 所以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运输船 他们没有办法靠岸 只能出动了气垫的登陆艇 将这些重机具 挖土机 送至这个港口 然后再由陆地上的运输 然后来开通这些 已经无法对外联络的道路 因为还有多少人受困 目前都还不知道 好 中国现在带我们看见了 石川县的这一场 持续救灾的地震现场 还有五十几个六十个失联 我们要给大家看到的是 跟他息息相关 互有因果关系的 就在宇田机场的 这个海上保安厅的飞机 机长这两天终于清醒了 他的功词非常的关键而重要 却在今天居然传出了 他会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之下 把飞机开进了跑道 才发生了350撞击 一切的一切 背后居然因为两个字 过牢啊 这两起天灾人祸之所以会有一些关联 在于我们晓得 石川的地震是在1月1号 日本当地时针下午4点多 那么如果地震发生之后 你必须要了解石川的地震状况 第一 你必须要由空中勘察 所以当时这个海保机 在1月1号的下午 地震之后立即出动的第一次任务 就是在石川的空中 由空中来看他的这个受灾状况 那勘察之后 接下来海保机就可以开始 将需要输送到当地的救灾人员输送过去 这是他的第二次任务 那我们晓得 海保机和日航的飞机相撞 是在1月2号的傍晚5点多 接近6点的时候 大家去看这个时间 一个是1月1号下午4点 一个是1月2号的傍晚接近6点 是不是相隔大概24小时 所以现在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就说这24小时 这一架海保机 它已经出了两次的任务 那如果按照我们飞航的标准来说 如果是同一批的机组人员 就是包括驾驶 副驾驶 或者是我们这些不幸罹难的 像雷达室 通讯室等等 他们如果是同一批人员的话 那么这里面有没有过劳的问题呢 其实很明显看得出来 你当时限飞机相撞 接近傍晚6点的那时刻 就画面当中你看到这个时刻 它是要飞第三趟 那同一批人员 怎么可能你在24小时左右 就飞三趟呢 这是路透社 它并没有 目前并没有清楚揭露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批 但假设是同一批 现在日本就有一些专家就讲 同一批的话就是过劳 就有可能会过劳 工本机长 他是唯一在这个海保机上的生玩者 他的说辞就至关重要 那么现在他因为已经清醒 警察初步的得到的 征讯的内容 大概是 这机长其实啊 他 当然我们都看到他 一直掉的眼泪 然后说对不起 但是 你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你要想起来 其实根据机长的回忆 他根本不太知道 自己的飞机是跟别人相撞 因为我们来看他征讯的内容 他提到 公本这样讲 他说 我当时就发现我的飞机后方着火 然后发生爆炸 然后接下来 对不起 对不起 然后再来警察再问他 因为他那时候情绪比较失控 后来再问他 他才回忆起来说 我当时后来有打通电话 就在灾难之后 发打了一通电话 这通电话内容他讲 那当然我猜他应该是在回报 他说我的飞机发生爆炸着火了 我已经脱离飞机了 机上的机主人员目前状况不知道 你去看他前面所说的 我只知道飞机后方着火 再跟他回忆他回报单位 电话内通的内容是讲到说 我逃脱了 然后但是机上人员目前不知道 可现在跟不上相撞 我问你 现在这个最重要的唯一幸存者 这个机长 他醒了 对 我们更在意的是 你当时在滑行道要切进去 跑道的 这个转弯的这个决定 你没有接获允许 因为事实上 整个资料已经还原出来了 他台对话记录也已经公布了 没有人允许你 你也还没有允许的情况之下 你就开进去 会不是跟前面你讲的 他已经执行第三趟 因为过劳 因为疲累 所以注意力不够集中 所以误判了 所以恍惚了 如果真如路透社所讲 就是这些机组人员 他是没有更换过 有过劳的问题 那这时候 这个机长 他有没有可能是在一些 可能疲劳状况 无疑似的情况下 就不小心就把飞机给 开在 未经塔台池 就开到跑道上 天哪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有没有可能 所以这件事情 打一个问号 这个谜团 一步一步拨进去 洋葱拨到最后 真相只有一个 这边赶快要倒查 另外一边 救难救命救苦 生生险 为什么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来看 石川县地震救灾的现场 现在有多危险 好 那现在石川大地震 发生到现在 黄金救援的72小时 已经过了 所以呢 以道路抢通 以及失联的上百人救灾 能够赶快联系上为主 那么很不幸的 目前我讲话的同时 死亡的人数已经来到了 巴士人近90人 那既然要抢通 重机具的进驻就非常的重要 为何 你知道其实地震 有时候最怕的是什么 余震 余震 你本来柔长寸断 有可能余震会加速它的毁灭 我举一个例子 你知道1月1号当天地震方时 有一位79岁的老学生 他就是居住在石川县 他是在他的老家 他的儿子呢 则是在石川县的另外一个家 那因为地震发生 当时这79岁的老先生 立刻就逃出屋外 日本其实对于地震的防灾 他们都是还是蛮有基本反应 看到逃出去之后 这79老先生他讲 他说我当时回头 看到我的房子扭曲变形 你第一个会想怎样 回去房子内检查嘛 结果他一回这房子去检查 发生余震 这余震地震规模 那时一度传出了高达7 这么一晃 一回去一检查 就把它压在下面出不来了 他当时走回去的时候 他电话拿在手上 就跟儿子报平安 然后跟儿子说 我现在要回家看看 看怎么样 结果他儿子电话中那一坨 都听到他的爸爸那边 听姚地震 就说我讲了一阵 结果他爸爸就持续联络 持续联络 你知道多久吗 48小时 因为他爸就困在那个 整个瘫掉的屋子里头 后来他的儿子 就根据这通电话 最后的联系 赶快联络这些救灾人员 在他爸受困48小时 老先生 才把他爸爸给救出来 好 最后 最后中博来告诉我们 在现场 在那个地方 整个连外道路是中断的 柔长寸断 要水没有水 要这个所谓的食物 也送不进去 他们怎么样支撑过 这每一分每一秒 地震因为发生之后 它的这个整个地层变形 水管自然会破裂 所以现在石川很缺水 缺水会导致 第一你无法饮用水 第二个你没有办法饮食 第三个还有医疗资源 卫生问题比方说像洗肾的病患该怎么办 你去看到画面当中 为什么大家都在紧急用水 我跟各位讲 湿地震刚发生 整个石川就已经有一万户停水 但直至累积到现在水管的破裂 有九点万户停水 所以他们现在即使赶快运水进去都不够 导致什么 所以我举个例子 就有一个当地的居民 他就讲很多人会送食物进来 送米 他说你送米进来我没水煮 没水煮怎么办 他只能靠什么 那个罐装的果汁 罐装的乌龙茶 拿那个倒出来去煮饭 那还有人讲说你这还算好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受灾会被 先签到受灾的临时收容所或学校 他说我们根本没水喝 就挖雪喝 挖外面的积雪 对那还有人讲说 没水有什么问题 没地方上厕所也是个问题 所以日本现在呢 他这个地震最主要就是受限于 他无法挺进到更深入的灾区 所以天灾人祸在这短短的好几天 不断的发生 我们也希望日本能够赶快度过这 天灾人祸不断的灾难 观众朋友 预言越准 越是法力无边吧 但这次可不可以让我们拜托一下 不准一次呢 从4月3号的花莲长镇 到北台湾差点全面断电 你回头去看 都被印度神童说得准准准 那明天过后呢 他还预言了什么 呦 你看这个画面 杜拜12个小时下完了一整年的雨啊 全球第二繁忙的机场全面瘫痪 空八居然在水上飘 预言说六月会更惨 是真的吗 阿兰达说六月以前全世界有七灾 电机观众前面一定说 马老师他讲他的嘛 不在乎 我也不知道在不在乎 但是我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 2月24号他发布了这个影片 2月24号发布的 我为了上节目有看这个影片 影片里面他出乎意料 首度 他平常都讲得很含糊的 首度明确点出时间 时间 他在影片里面讲了三个时间 三个时间 讲错信誉全部扫地 第一个时间他说 地震 天灾 火灾 会陆续发生 第一个发生点 3月16号 是 3月16号那天发生什么 结果3月16号日本发生7.4的强症 是 好 第二个时间 他说是关键时间点 4月4号 4月4号 你听我讲 他不但说是地震 而且还说 台湾要注意 讲台湾要注意五个字 我毛骨悚然耶 当然他不可能这么准 结果4月3号花莲大地震 对 对不对 他讲关键是4月4号 就是4月3号 花莲大地震 他就讲第三个时间 三个时间点 4月13号 4月13号 他说 会天有异象 会有天灾发生 是 好 结果4月13号那天 还好 没发生什么事情 那就不准 但是错 我告诉你 不要掉以轻心 第一个 4月15号 杜拜 发生空前大雨 各位看 杜拜这一次下雨 12个小时 把一年的雨下完了 各位要知道 杜拜是沙漠城市 它干燥的 它是无雨的 所以他从来没想到 他会下这么大 你看 杜拜就在水上国家了 这个跟电影情节一样 杜拜人一辈子没看过 是 一辈子没看过 杜拜绝对不想到 他们居然在 繁荣了这么多年之后 玩偶 他们会敌不过大水 刚才一开始 你看到没有 他的机场 全世界第二繁忙的机场 是 看到没有 居然因为大水 关闭超过半小时 水上行机 哇 这个像是在水上飘的画面 我告诉你 杜拜机场从来没有遇到过 是 好 阿兰德讲的 水灾发现了 好 除了水灾 在也是4月15号 重庆的天空 出现诡异的 红色 你看多可怕 整个重庆天空 变这个样子 没看过的 血色天空 水色天空 大凶之灶 这个是云吗 我告诉你 本来大家以为是雾 以为是雾 造成红的对不对 是 重庆气象台说 不是雾 是什么 不是雾 那他说可能是光线 但是后来他又说不是光线 为什么 因为光线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到 怎么可能这么热 不是 他整个看起来都是 整片 整片 而且从各个角度看起来都是 所以整个 雪 红 天空 你没办法解释 到现在没有一个说法 大家就知道 好 这也是4月15号 是 跟他第二个关键点 是非常非常相近的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来看 柳哲熙的蓝色火球 4月15号 哇 这个通过 也是4月15 对 这是隕石吗 不是 我先给你讲 柳哲熙是在柳约旁边嘛 是 大柳约嘛 对 大柳约是被吓到了 你知道为什么 他不是讲4月4号第一个关键点吗 对 不知道4月4号 纽约发生什么事情 地震 4.8规模的地震 花莲震王换纽约啊 他说纽约4.8算什么 240年来最大的地震 吓死纽约人了 还没晚不要忘记 4月9号 纽约人看着月泉石 整个天是黑的 是 对不对 然后看到蓝色火球 哇 你看着蓝色火球 那种不祥的感觉在堆叠耶 大家说火流星 为什么叫火流星 它是红色的 但这个是蓝色的 诶 太罕见了 不会有蓝流星呢 没见过蓝流星 对 我要给你讲个最可怕的 西游记 宋悟空最害怕蜘蛛精现身了 蜘蛛精也来了 对 福建一个村庄 出现一个史上从来没见过 你看整片山都是蜘蛛网 你有见过吗 哇 这是要多少蜘蛛才吃得出来的 但是根本没看到蜘蛛 这么大一片蜘蛛网 史上最大蜘蛛网 你根本没见过 那是谁留下的 还没玩 上面都是大的毛毛虫 这毛毛虫好像是自己去献祭 是 跑到上面去给它吃一样 太奇怪了 各位看 泉州这个蜘蛛网 简直片山 这么大蜘蛛网 他讲了有地震 验生了 天灾 水灾都验生了 都发生了 最后一个 他说会有火灾 火灾 对 好 来 4月16号 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的 400年历史的 旧证券交易所到 各位知道 这个是哥本哈根地标 你知道为什么地标 为什么呢 因为它那个塔 是你老远近哥本哈根去看这个塔 而且 这个塔各位要知道 四个龙的尾巴去交残成的一个塔 是 四龙残 在这个地方 四龙残尾 它为什么地标 第一个 你从远远的地方看进来的时候 他就先看到它 他没想到大火把它烧倒了 好 烧倒 它里面 它本来是证券交易所 证券交易所搬走之后 先是工商总会的总部 他就先看到它 是 里面有很多珍贵的艺术品 是 打清明区抢艺术珍贵品 各位要知道 丹麦国防部长讲了一句话 这个是巴黎圣母院的在线时刻 圣母院在巴黎跟它什么关系呢 我问你 它是什么时候烧的 4月16 4月16 2019年4月15号 巴黎圣母院跟它一样的起火 而且也是烧着这个塔 这个塔也整个倒塌 几乎在同一天 就在隔一天 而且巴黎圣母院 你看这个大火多可怕 但是也是倒下去 看到没有 也是一个尖塔 也是一个尖塔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法国人拼命花了5亿美金 是 花了500的能力 拼命把它建好 本来要赶巴黎奥狱 对 但现在赶不上巴黎奥狱 12月8号 烧成这样子 看烧成这样子 是 巴黎圣母院要重建 各位 你看 刚才你为了看画面 巴黎圣母院 几乎烧得只剩骨架 但我一定要跟你讲几个奇迹 第一个奇迹 你知道巴黎圣母院 最重要是里面有珍贵的艺术品 这些艺术品 如果被烧掉 那是人类重大的人化 套劫啊 结果他刚好是要整建 整建就把重要艺术品 全部移走 第一个 逃过一劫 圣母必诱啊 第二个 大家一定要知道 他这个尖塔 上面是个什么东西 是什么东西 是一只 公鸡 为什么把公鸡放在塔顶呢 那公鸡会动的 风向在哪里 风向机 对 但是不要小看这个公鸡 大家都想玩了 这只公鸡巴黎人老远都看到了 这个塔倒的公鸡一定完了 是 我跟大家讲 后来大家居然找到这只公鸡 他没事 安然无恙 最近这个金鸡重新安装上去 对 巴黎人简直觉得 他天下最美 你看 跟我一看 重新漆了金鸡 重新建好了 巴黎人的精神跟灵魂回来了 重新再把它放到塔顶上面去 看到没有 哇 这等于巴黎人太兴奋了 好 最后一件事情 我跟大家讲 你到巴黎社母院 你一定会看到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漂亮的 彩绘 三个玫瑰花窗 这个大火大象玩 这三个一定活不下去了 结果呢 这三片 结果后来烧完整理现场 三片 完整无缺 他怎么躲过 结果不晓得怎么躲过 结果不晓得怎么躲过 结果他在 穹顶上面 你进去巴黎社母院 最光洁的就是这个 太阳一照进去 透过这个 它是透明的 太阳一照过去 你的光纤打到里面去 我告诉你 你就觉得那种 圣洁的那种感觉 你看那个灰烬相对比 你会觉得不可思议 三片 玫瑰花窗 一片 都没受损 毛发无伤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未经订阅 就不可思议 有点遮蔽 这件事 有点照性 在笑